到老窝就出汗了 在外面的天气是28度左右 小雅 嗯 这橘子我也没这样带过会坏掉 小雅收拾好了吗 好 现在收拾 时间差不多了 一会赶不上飞机了 好 然后我跟妈妈们说一下 要不我来收拾吧 你先去收拾下其他的行李 行 马上就好了 小雅今天就要准备回老窝了 飞机是晚上10点的 也是直飞老窝万象 12点的时候就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了 应该很开心吧 开心 这次回家准备给家里面的人带点什么回去 他们说想吃布置火 想吃布置火是吗 就带布置火就行了 我怕你一个人拎不动 行李箱 又可以吧 一会我来给你装 赶紧收拾吧 我先回去 小雅 我先放进去 好好好 慢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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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接着回家 想你的爸爸妈妈 嗯 好 好 你幸福了 你回家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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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来 我先带东西 好 回家稍后买哈 嗯 还多不买的 是 年车给你 今天买的完了 我的花不足够了 我要梳花 要梳花心了 要点水 要走 还好行 我要回去管这东西 嗯 好好酷 小心 你好 回家 好 谢谢 你回家了 我去老婆了 拜拜 姐 好 妈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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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怎么顺不得 哈哈 好 谁不得你哦 好 谁不得你哦 好 谁不得你哦 好 妈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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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照香果子就给带到老婆去 对 我先撑一下看也多重嘛 对 能带25公斤 25公斤还是20公斤啊 20 这个差不多 这一箱都40斤了 哦 你还是跟我一起去 你家里面这么忙 我忙完了也时间带过来吧 嗯 好 晓晓 嗯 这橘子我也没这样带过 会不会坏掉 没关系 试一下 准备这样了啊 嗯 那我说坏了 给信息他们说一下 好 没办法 你自己回去也不方便 只能放在行李箱里面 好 然后再用这个一盖 就行了 行 能装不 看样子都好好 往后试一下 好好一装进去 好好想不想进去 对 哈哈哈 想不想好好 上面去太滚了 太滚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你一个小朋友舍不得妈妈 当然也舍不得你好不好 放假了带你去好不好 好 好吗 已经放假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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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她都放错了 哈哈 周末呢 哈哈 读完说带你去吗 嗯 好 好 到机场了 好好 好好起来了 到机场了 起来了啊 乖 我很怕好好哭 不会哭的 好心哪有我啊 回去的话 你一定把它看好 好 好心啊 回去就好好玩 就行了 你回去不是要去 跟二嫂做生意吗 变成富豪再回来啊 哈哈哈 怎么了小雅 操了 操重了 对 你要把它拿出来吗 对 我放这个袋子就可以了 直接补就行了吗 200块钱 三公斤 三公斤是吧 六斤果子 好了 你装完这个袋子就行了 然后够了够了够了 对 补点就补点吧 好了 嗯 好 要拿够 这个 好 拿吧 来妈妈跟你说 你跟爸爸奶奶一堆要听话 好不好 好 妈妈妈一块就回来了 很快 不要哭啊 男子汉 不要哭了 知道吧 嗯 好 乖 走吧 你先走 我没看到你进去 我没看到你进去 你进去 我没看到你进去 你又走了 嗯 好 那你开车小心点 好 慢点啊 拜拜啊 拜拜一下 啊 飞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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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的是挺远的 我是从楼上走下来可能有15分钟左右 天口气场真的太大了 等会问一下万里浩浩他们出发回家了没有 我就带了一个手机给他们打电话的话就没有录给大家看啊 得过关节的时候呢浩浩也是真的很舍不得我 他是很想跟我一起去老婆的我也是很想带他 不过我们是作为父母呢还是想到孩子的学习 学习呢是要很重要的 所以万里说今年的话就不带他了 因为去年我们有带他回去过了也是有行驾的 就是我回老婆呢是回去跟父母一起过新年 还有一件事情呢我想回去看一下二嫂 我在中国二嫂也是一直跟我打电话 想跟我一起合作就是摆摊卖东西 他说这个生意最近卖还是挺可以的 我也想我去看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跟他一起合作 因为在中国也没有什么工作的 多多少少呢我也想有自己的收入 上飞机了去老婆的游客 真的特别多 我做的是老婆航班 是从老婆飞过来的 游客应该都一般都去老婆游玩 游客应该都一般都去老婆游玩 现在飞机降落了就坐着嘟嘟去酒店 嘟嘟车到酒店车费是14万 14万是应该是50块钱左右 到了我就出汗了在外面的天气是28度左右 现在快到12点钟 到酒店应该是12点半左右 今天晚上呢就在外向休息 从机场坐滴滴到酒店这里都快一点钟了 再过几个小时天就亮了 有点睡不着就一个人有点孤单 我就是要在外向这里玩两天 要去见一个老同学 七八年没有见了 然后2号在书房回巴塞 跟外面说一声到老卧了 手机也没有电 带了一个手机来 还有一个老卧币 国内就2点钟了 他应该睡了 你还没睡啊 我到外向了啊 嗯我等你啊 嗯好你睡吧 国内都2点钟了 嗯嗯嗯 到了就好了啊 嗯好 拜拜啊 嗯 早上起来了 我就换个地方住 今天是3月31号 这个酒店呢是中国的酒店的 嗯 一晚上可能要300多块钱左右 给大家看一下啊 挺好的 里面还有给冰箱 还可以做饭 一家人过来玩也是挺方便的 我是在中国给我闺蜜 带点了草莓 一个篮子 草莓就先放冰箱 就这样放就可以了 忙哦 忙我要回乡乡 在我走啊今天 哦好 好好呢 好好跳舞去啦 哦好 我等一会也跟那个妈说一下 她昨天问我到了没有太累了 你还没回她的消息呢 我跟她说了走很久我就告诉她了 哦 还有老汪汪妈也问到哪了 去找你闺蜜啊 你不是说你闺蜜在外向吗 这么好多年都没见了 是啊 这老汪还早 她还在忙 因为还要带玩 我跟她说了 她说忙完了过来找我 行啦 你先忙吧 好 再跟大姨说一声 我已经到首都万象了 因为就是呢 没有往西双半纳走 如果往西双半纳走的话 也可以去看她 我就是呢 比较着急 直接飞到首都万象 我跟她说 我要回国的时候再过去看她 之前 我们还没有做自媒体的时候 也是经常这样做的 来的时候直接只飞到首都万象 回去的话就往西双半纳走 也可以去看一下大姨 谢谢大家